为了提升花莲县水上运动的训练环境 花莲县政府24号的上午是在李玉潭的潭北广场 办理了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工程的开工动土典礼 县长徐真卫期盼李玉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能够成为培育国家金牌选手的摇篮 再次缔造花莲成为运动的王国 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工程开工动土典礼 20号在李玉潭潭北前广场举行 县长徐真卫 先言吴建智 杨华美 张怀文办公室主任林品阳 送往乡长刘耀宗 教育所长李玉仁等贵宾共同来参与 县长徐真卫 先言吴建智 先言吴建智 杨华美 先言吴建智 杨华美 张怀文办公室主任林品阳 送往乡长刘耀宗 教育所长李玉仁等贵宾共同来参与 非常地珍惜我们的运动员 所以在108年 我们特别跟慈济 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来合作 照顾我们所有的运动员 而且给我们运动员 第一个无论是身体上的保健 或者是日常生活饮食上的观念 给予最重要的 让我们运动员能走得好 走得长 走得久 而且让我们运动员的身体体质 都能够在最好的状况 保持最佳的状况 我们这个蜻蜓有良好的成绩之外 希望这个基地将来也能够让这个 这个帆船协会也能够进驻 大家来看怎么样子来协调来去训练 那非常感谢 那尤其是这个花园县政府超前部署 相信我们花园县议会一定都会 这个今天也来了相当多的议员 一定会全力的支持跟配合 旅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 为新建一栋一层楼的建筑 为了落成设有专业滑桨池 大型艇库 电动起航设备 多功能重量训练室 选手休闲室 运动伤害防护室等等 核定建设总经费为7000万元 工程由建安营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揽 工程总数为270天 记得终于收费报道 大型到画吧